大街上砂石車水泥車準備交會 我叫冷台啦 叫冷台 接連兩台一模一樣的水泥車 後方這輛打算超越 往會車中的縫隙開 砂石車嚇到按喇叭示警 但都太遲了 兩車撞在一塊發出巨大聲響 尤其水泥車左側車頭幾乎全毀 擋風玻璃更是整片掉落 水泥車駕駛受困扭曲的車體 緊銷前來救援 前拉的方向板準備把它往前拉 讓患者能夠脫困 拉開方向盤後駕駛自行脫困 意識清楚只有左手臂 左腳擦傷沒有大礙 但事發當下所有人都被嚇壞了 你兩台並排下來 後來呢 後來我先不路了 對我報告農了 被撞的砂石車駕駛說 兩台水泥車並排開過來 他想閃也閃不掉 一般洪泥車疑似超車不當 因而引 砂石車難發生碰撞的情形 檢方初步研判疑似就是水泥車 超車不當釀成車禍 而事發地點就在彰化 園林山角路上 12號早上10點多發生車禍 而事發後滿地的碎玻璃 相關單位趕緊撿來善後 雖然說駕駛沒有大礙 只是因為一時攤塊鑽車縫 害到的卻是對象的駕駛 記者 陳盛偉 王一超 張志凱 彰化報導